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7月8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平安銀行 據說惡意裁員 那什麼事呢 原來他出了一招陰招 這種陰招 實際上 表面上就是叫你調回深圳 大家知道平安銀行現在全國都有分行 而他的總部就在深圳 以前就叫深發展 深圳發展銀行 後來現在變成平安 平安銀行在北京 上海等地 最近 還有一種很無恥的方式 叫做 回千息 的裁員 由於這種方式太過無恥了 業界很關注 而平安 也等於出來變相闢謠 消息指 平安銀行在深圳 在上海 的機構 就會搬到深圳 這是南方財經的消息 多個平安銀行的工作人員就告訴 南方財經知道 平安銀行在上海的信用卡研發中心 以及消費金融研發 等等部門人員 要搬到深圳 通過這種回遷深圳方式就變相裁員 與此同時 有些財經大V 在社交媒體披露更加詳細的訊息 這件事估計是真的 平安銀行要通過回遷深圳的方式 是特意惡意裁員 上海 幾千人一個不留 內部這方面 傳出說如果你去深圳的話 陪N加1加2 12次往返機票 兩年住房津貼等等 因為 本身人是上海人 在上海上班 你突然要搬到深圳 其實很多人都不做 因為我怎麼去深圳 如果你肯去的 就有兩年的住房補貼 一年就有12次往返機票等等 另外還有一些賠償方式 好了 對著這件事 很多傳媒向平安銀行 查詢 其中 一個大陸媒體紅星資本就說 關於平安銀行變相財源的消息不熟實 為了加強管理 提升效率 近期 平安銀行在進行 總行辦公地點統籌管理 涉及到少量員工的工作地點變化調整 對於 傳言之中 部分員工將由上海搬到深圳這件事 平安 暫時沒有回應 根據新浪財經7月6日的報導 在當前形勢不景的大背景之下 即使是一直備受贊餘的銀行業 也開始感受到壓力 其中平安銀行 最突出的 他們公佈了2023年的年度報告 以及2024年的第一季度報告 年度營業收入 下降了8.45% 而第一季度的下降幅度更加達到14% 這兩個數據 都是行業裏面的最大跌幅 平安近期 面臨一些監管機構的重罰 以及減薪的全民困擾 其實上海據說 他們是要炒殺所有人 他故意 告訴大家 我們沒有問題的了 你們放心去深圳上班吧 我們有補貼給你的 實際上 很多上海人 即是在杭州 即是在北京 即是在北方的人 他們在那裏生活開 尤其是越大的城市 更加不可能搬到深圳 一個人搬到深圳 家人怎麼辦呢 要離鄉別井 所以 使得 變相逼人自己辭職 如果不肯賠錢 還要賠錢 還要賠錢 即是等於變相財月 這個方式 不單止在上海 未來 是北京 也會這樣做 當然 除了上海 北京 還有其他 不同的大城市 譬如天津 蘇州 杭州 重慶等地 也可能接下來會陸續執行 總之 就是要裁員 很簡單 你說信用卡研發在哪裏也能上班啦 要不要搬去深圳呢 這件事其實是找來講 亦有可能他們把部分的公眾外判 因為 大陸的IT人 越南更便宜 他們把部分人搬去越南也未定 除了這件事之外 我們看到現在內地 很多大公司 各出其謀想辦法去解僱人 他們用了卑鄙無恥的方式 甚至乎是鬥卑鄙無恥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較早時 有一間IT公司 他打算解僱人 結果 他打算解僱人 他就找一個人 做的那些 找旗下的一個 可能是總監或者高層 就說 在外面 接了一宗大生意 想搞一間 公司 可以取代這間公司 出高價的人工 吸引這班 伙記跟他一起跳槽 結果 有幾百個伙記 跟著他跳槽去新公司 結果新公司 是沒有的 人去流空 假的全部都 那些人辭職 才知道中招 等於變相的裁員 這些 那麼卑鄙的行為 其實我想 不是很多人做得出來的 全世界 我想只有一個國家是做得出來的 因為 你想想 以前香港也試過 當然香港以前就很無恥 怎麼無恥呢 就是 請一些沒有身份證的黑工在地盤打工 到了出糧那天就報警 然後警察去到現場拘捕人 香港政府最終就要改法例 就是 在那裏如果拘捕到人 你那間公司也會惹麻煩 結果 這些事才減少了 但是 到頭來其實還是有 那些判頭公司 判償判 找一些空殼公司 接了這件事 然後就 繼續請一些人 繼續報警 到了出事 空殼 就不關他的事了 不關我的事啊 不是我請的 就可以避過了那些壞事 這些說出來 真的是很無良的做法 大家會不會覺得是很無良 絕對無良 但是 中國現在經濟那麼畢竟 他們就專門做這些事 其實大家不要懷疑這些事 將來真的是那麼過分 將來 現在隨著經濟環境惡化 只有越來越多卑鄙無恥的行為 只會多就不會少 因為現在 大家都看得出 接下來經濟肯定 不會好的 國家整個經濟都不行 那麼你有甚麼可以生存的空間呢 沒有啦 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 只是喘少了 省這個省的省 省到最終都省不住的時候 去想一下縮數 想一下古惑事 想一些悲屁無恥的勾動 這個 其實 就是為什麼現在大陸有越多了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平安銀行想這一招都很獨立的 那是我們大條道理的嘛 我們的總部就是深陣 我們現在進行業務重組 我們也要把員工調來 實際上有這樣的需要嗎 沒有這個需要 你要是縮分行 你沒有可能在上海 請到深圳上班 你還要補貼人家 12套來回機票 還有一些錢補償 租屋津貼 說不通的 到處都是人才 所以 而且在上海 很明顯就是想收縮上海業務 想收縮全國的業務 深圳要怎麼解釋呢 深圳不能調回深圳 有其他方法 我們要在那裏開展業務 想調你過去 如果願意調過去 我們要付錢 如果你不需要 我們就沒有辦法用你了 接下來 會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對於那些公司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其實大部分人 都只能夠熱來順受 要不就不做 他就想你不做 因為 你不做 就可以不用補償 炒你魷魚 經濟環境一差 就越來越多這些東西會出現 我們再看看現在內地的經濟數據 出來的 客觀數字也是很漂亮的 尤其是官方公佈的數字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取信於人了 你說你的經濟增長到5.5% 但是 是沒有人會願意相信的 怎麼會相信你呢 你說的話 很多人都說失業 而且現在外面的失業率很高 高到怎樣 是完全 好像差不多接近四成的失業率 即是100個大學生畢業 就有四成人找不到工作 其他六成人是不是找到工作呢 也不代表 原來 現在很多大學生 如果沒有工作 他們是不給你畢業證書的 你一定要證明有人請你了 他才會給你畢業證書 所以有人就找一些店舖幫幫忙 找一些公司 找一些企業 找一些中小企 做一份假的 這個聲明 做一份假的 聘用合同 我請了他 你就給他畢業了 之後才可以去騙他畢業證書 而你有畢業證書 才有機會找到工作 你沒有畢業證書 你找不到工作 他就是用這種方法 減低 失業率 你想想 已經去到這種事情 政府也帶頭做了這些事情 那麼你民間 怎麼會不更加卑鄙無辭 所以 我們從很多 蛛絲馬跡 經濟很差 大家真的要小心 好 最重要 磁型保態 保住本錢 不要納亂 浪費子彈 現在如果真的是 傻傻傻 買樓那些 其實真的是死有如故 我們經過了大家三年 經濟不好的 一早看到了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好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來吧